抬高病类男柳锦书宋霸墨回首无鱼虽可通,只不应是绿杯红手正在热播,剧中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,美丽,聪慧,通通,可爱,深受大家的喜爱,剧中有明兰年少和小公演员弱的初恋的芬芳美好,也由她嫁为人妇之后的甜蜜辛酸,更有家宅落那时候的惊险刺激。 来就是上一遭,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,虽是宅斗剧,但是心情,爱情,有情挂穿全剧,明兰和祖母的祖孙秦深,明兰和小桃子姐妹深情,顾二叔对明兰的依旺秦深和宠爱呵护,让我们时时感受到情的温暖和美好。 其中,最为令人震惊的是,剧中的明兰嫁给顾颜业之后缠组的片段。 这立影饰演的明兰,并不像寻常女子生孩子那般躺着生,而是站着生,身边有个像梯子一样的绳索,明兰抓着绳子使劲使劲再使劲,接生嬷嬷和明兰的小伙伴们,在一旁鼓励她用力用力,时不时让她喝口水。 不过穿越过去的明兰,更希望能吃快巧克力吧。 不过可以猜到,明兰是遇到了胎胃不正之类的男产,才会不得意站着生孩子。 古代没有助产,更没有铺银工产,即使有,也大多数是在产妇死后,为了救新生儿的性命,医生从产妇的腹中取胎。 古时候医疗卫生条件差,在没有消毒的房间里进行手术操作,本来也容易发生感染,影响先生儿的愈后。 那么古代,一旦孕妈妈发生了,难产,接生嬷嬷会怎么处理呢? 剧中明兰通过战力的体位,而且还是第一太阳,在没打无痛的情况下,电视剧里明兰,很快炫产下大胖小子。 那么站着生在古代有没有呢? 是不是编剧杜撰的? 西方向英国,孕妇定期放血,被认为是重要的事,据说可以防止胎儿溺死。 放血过程中,要用尖锐的气线切开血管,一排出多余的血,放血有可能造成孕妈妈贫血,而这种疾病,常常与怀孕一起出现。 对比来看,我国古代生好些,有条件的家庭处理也比较科学,住病员后论妇人将产病诸后终记载妇人产,也做有哦,意思就是古代妇人生孩子,也坐着,也有躺着的。 但古代妇女首选的生孩子方法是坐着生。 坐着生,坐着生,坐着生,跪着生,蹲着生,蹲着生等多种体位。 看到了吧,古代生孩子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的。 到了今天,上述五花八门的分明方式,也就是现代产房里说的自由体位分明。 在西方国家,鼓励产妇根据自主意愿,选择任何一种体位分明,根据环境因素,助产是对每种接产方法的熟练程度,和孕妇及胎儿的情况加以选择,包括养卧位,支撑,座位,侧位。 支撑,多位,贵位,直立位,继首席位等。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产分分明的体位,依然是取养卧位,从分明的生理来说,养卧位并非理想体位。 但是其优点是,有利于医生,助产是经营到助产手术操作,如会因节开术,开头吸引术,产前术等,对新生儿处理也比较方便,适合医务人员的需要。 其缺点包括,养卧位是增大的忍生子宫,压迫下腔性脉,使回心血量减少,产肤可出现养卧位综合症。 其结果可诱发胎儿宫内永迫和产后出血增多。 养卧位分明是骨盆的可放性受到限制,产的较狭窄,增加男产的机会。 胎儿的重力失去应有的作用,导致产成延长,激发供缩乏力。 包括柜、坐、蹲、钻式分泌在内的,都属于力士分娩。 力士分娩是一种自然的分娩体位,因受到地球重力的作用,可以减少产肤妈妈的阵痛,也更有利于孩子的产出,而且在生产中患不同的姿势,可以增大产的出口。 比如说断式分娩,产妇处在历史状态下,体内还会能分泌更多的内肺态。 有研究表明,多分泌出来的内肺态,能减少孕妇50%的阵痛时间,进而帮助孕妇减少生产时间。 因为孩子在妈妈体内的姿势,绝大多数是头朝下,胎儿纵轴与产轴一致,固能充分发挥胎儿的重力的作用,可使抬头对宫颈压力增加,也可使宫缩加强。 胎儿窘迫和新生产发生率降低。 直立式分娩的优势如下,符合人体。 生理状况 缩短产程,减轻症痛,减少胎儿久迫发生率,减少孕妈妈低血压和氧卧外综合征的风险,降低感染率。 直立为分娩的缺点,分娩时间不宜过长,否则孕妈妈一发生也不血肿。 坐立为分娩时,抬头粘柱较快,遇造成新生产炉内猪血及液刀,会因撕裂,几产其产成进展较快的孕妈妈不宜采用。 接生人员保护会因和处理新生而不方便。 温馨提示,在分娩的过程中,具体要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生产,还是要医生和助产师根据孕妈妈的实际情况,以及孕妈妈的意愿来决定哦。 已经关注傅宏医生,带给你健康好运气。 大年初五,傅宏医生也给头条号的各位朋友拜个晚年。